探龙第659章 什么讲究呢 首先第一点 你得先将手指头切下来 不能等到输了再切 你要是没带刀 可以跟赌场借 遇上这种事情 赌场是一定借的 但是你要是没这个种 那就要多远就管多远 别的不说 但这第一点 就下腿无数赌徒了 没种的人事实上 比大家想象的多得多 第二点 只能切左手的围纸 还只能是围纸顶端的那一截 多了不行 少了不行 必须齐整整的一小截 为什么呢 赌场居然给你一次 压身门的机会 他就是给你留条活路的 云云众生之中 左撇子还是相对较少的 大部分人习惯使用右手的 如果右手废了 他很可能断了人家的生计 而且只切顶端一截 干活做事 影响也不大 就算这个赌徒有背景 以后找上门了 就切了为止一小截 赔偿起来 也有得商量 所以这压身门 就定下了规矩 只能切 左手为止顶端这第一截 要是不懂规矩 胡乱剁了一个 那就立即一顿乱打赶出去 就算你找大耍出面 你也没理 你不懂规矩 纯属拿自己找乐的 不打你打谁啊 第三点 切了手指不能喊疼 不能呲牙咧嘴 鼻涕眼泪往下掉 只要喊一声疼 你手指头就白切了 不但不能喊疼 还得笑眯眯地 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 捏着切下的小指头 摆到你想堵的堵桌子上 但不能用指尖对着赌冠 你切的是为止 指尖对人是不礼貌的 也不能用断面对着人 血乎拉刺的 谁看着不恶心呢 只能把手指头横着对赌冠 一是表示尊敬赌冠 表示愿赌服输 二来呢 也是代表着最后一把 这三点要是不懂 那切了手指头 还得挨顿打了 老天经卫 管这些不懂规矩的 叫做吃生米的 规矩都不懂 就算你有种 切下自己的手指头 连最后一把 翻盘机会都没有 如果你懂规矩 并且照做了 也没搂一点欠 没喊一声疼 那好 赌官必定客客气气地 来一句 二爷 发财你了 说完就开 赌牌就开牌就 赌宝开宝 绝不作弊 输赢靠运气 赌局一开 若是输了 压生门的得转身就走 不能说一句话 也别想拿回那根手指头 你要是敢伸手去拿 赌场的打手 将你整只手都剁下来 要再敢耍狠 再多一切 对不起 没这规矩 愿赌不服输 赌场敢当场把你打死 若是赢了 那就摇面了 啥叫摇面了 老天经味俗话 牛逼了 威妄了 赌场立即会带人去包扎 在赌场输的钱 全数返还 还加一份汤药费 另外还得准备一桌 好酒好菜 一般情况之下 赌场老板会亲自作陪 醉不济也就是对赌的那个赌官 吃完喝完 打工做医的 送到酒店门口 以保全 二爷青山赌门 河海隔街 山水不相逢 保军不入座 您慢走 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 该还你的都还你了 以后啊 你别沾这个赌场了 再来就打死你 最后送上一红布小包 里面包着那截手指头 这是人家的赌本 人家赢了吗 该还给人家 这都是规矩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 又包扎又吃喝的 这手指头啊 也就废了 你废了一根手指头 拿回的是自己的钱 怎么算赌场都不亏 这叫压生门 老天经卫的赌徒中 还有流传 割大腿肉 挖眼珠子 多整只手压生门的 不过那是赌注下的大 赢的话 可以拿回自己输的双倍 甚至三倍四倍 但代价也惨重啊 第二种就是谍宝局了 谍宝局和压生门 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 压生门是输尽眼了 做出的傻事 代价大收获小 谍宝局则不同 谍宝局起码可以获得 三种好处 一种是扬名利万 二是讹诈钱财 三是持续制红 而这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压生门是压自己身上的零件 谍宝局是直接将自己整个人都搭进去 谍宝局又是怎么玩法的 这里面呢自然也是有规矩 首先谍宝局得先到赌场门口 不能进门 就站在赌场门口大骂 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怎么难听就怎么骂 骂上一会儿啊 里面准有管事的出来 一出来就跟你打招呼 叫声二爷 谍宝局呢也得抱权还礼 也喊一声二爷 怎么都喊二爷呢 天津卫喊大爷那是骂人的 喊人大爷容易挨揍 而且不是有句脏话吗 叫天老大我老二 所以道上混的 一般见面都会互称一句二爷 除非是有明确排行的 比如大耍王世海 在家排行老四 那就是王四爷 像李金敖这种 在家排行老大的 又该怎么喊呢 还是不能喊大爷 只能喊李爷或者是偶爷 谍宝局的打完招呼 管事的就说话了 二爷骂了半天 口也渴了吧 来礼物喝杯茶 这可不是真客气啊 是用来盘道的 就是想打听一下 对方懂不懂规矩 方知万一有些 舒紧眼的魂不吝 跑来骂街 在当前把人给打了 故事后啊 也是有王法的 赌场开门做生意 能不置气 就不想置气 如果你真进去喝茶了 那说明啊 是个吃生米的 不懂规矩 进门就会被暗的 打一顿 当街打犯法 关门打 可是没人知道啊 碟宝局的自然懂规矩 自然不会进去喝茶的 只会一抱全 就说 茶就不喝了 我这一身骨头痒 还请掌柜的 叫几个年轻力壮的兄弟 来给我松松骨头 说完呢 就自己动手 脱去一衫裤子 连鞋都不能穿 浑身上下 只穿一条裤衩子 就往赌场门口一躺 抱头互当等着 这时啊 道也盘了 该动手了 赌场的打手会窜出来 对其暴打 什么板凳铁链 白蜡杆子 都可以随便用 碟宝局的 要是喊一声疼 就算栽了 这顿打呢 也是白挨 还一分钱都拿不到 如果有硬气的 一边挨揍 还一边继续大骂 你骂得越凶 说明你越有种 但遭受的毒打 也会越狠 轻者皮开肉绽 重则筋断骨裂 您刚才 中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